现在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是1.2版本的系统 开机以后呢首先呢会进入这个画面 左LR一键呢是负责切换 我们现在显示的第一个画面呢 是文档管理一些基本功能 第二个呢就是各种模拟器的界面 这里呢内置了十多种 第三个呢是内置了一些游戏 什么金庸群侠传 仙剑 第四个呢就是 设置功能 有的时候呢大家呢刷完 刷完那个开放系统以后呢 可能是英文 那么呢就切换到这里 然后呢选第一个 选这个图标 点确定 左右键是切换语言 我们选择中文 按斯大保存 至于就是好多朋友说呢 那个模拟器的超频 是怎么来设置 那么呢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尤其用到的呢 用到的是用到的模拟器 比较多的呢就是 PSE的模拟器 MD 还有一个是PCE PCECD模拟器 拿PCE的这个模拟器来 做演示 我们能看清啊 按住这个键 那么呢就会出现一个菜单 然后呢选第二项编辑 选A 确定 上下呢是选择 左右呢是选择数值 那么尤其就是说重要的一项呢 就是说 超频 超频是指的呢 那就是指的这儿 它默认呢是 528 一般呢我们是用到600到630 有的机器呢可能是能超到630 有的机器呢可能最高是超到610 我的机器呢 最高是超到610 但是呢一般呢不建议大家超的太高 超高以后呢 你可以正常的进入游戏 但是呢 会在游戏中 无缘无故的自动退出 或者是整个RG掌机重启 会导致它的处理器过热 产生一些不良的现象 左右 是调数值 我们调600就可以 然后呢选择资料夹 这里呢是选择 你ROM存放的位置 点A确定 那么呢 点A确定 我退到 根目录 第一个选项 是外籍SD卡 第三个选项 是内置SD卡 那么呢 你ROM存放在哪里 你就选择哪里 我是存放在外籍的 然后呢 向下选择 PCE 选择以后呢 按START保存 然后呢 PCE PS 和MD 的模拟器呢 在这里呢 选择 选择器 过滤器 这里呢 要增加 要添加上 比如说PCE的 你增加上 CUE 逗号 PCE 这样的话呢 你 PCE CD 也能 也能玩 然后PCE 呃 HU卡的那个游戏呢 也可以玩 那么呢 呃 选A键 就会出来编辑 编辑完以后 按START保存 保存以后呢 再按一下START 退出模拟器了 这就说明 模拟器的 呃 设置参数 已经全部设置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好 OK 呃 千万不要按B 按B就是清除了 啊 按B就是清除这些信息了 所以说呢 按START保存 这是PCE的 那么呢 PS的 啊 PS的数值 大家看一下 啊 过滤器可以不用选 啊 可以不用填 它默认是支持 BRN RSO 呃 PBP 就是PSP的格式 然后呢 按START保存 那么呢 MD MD的 呃 MD的设置呢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点编辑 同样一样 超频到600 呃 资料夹 就是你ROM存放的位置 呃 过滤器 过滤器就是它识别的格式 啊 识别的格式 呃 识别这个 模拟器 呃 识别MD模拟器 它能读的 ROM的格式 那么呢 你有呃 哪几种ROM ROM格式 你就把它填上 我这里呢是填的是 CUE BRN RSO 呃 填的这三种 呃 当然了 还有后缀是MD的 还有一个后缀是 呃 呃 呃 反反反啊 怎么说呢 就是我也记不清了啊 呃 你只要是你的ROM是什么格式 在这里呢 你添加上过滤器也可以了 按Sty 大保存 呃 然后呢 运行游戏的时候呢 就可以选择 呃 到你这个 呃 选好的啊 每个模拟器玩完游戏以后呢 然后呢 按Sty 退出 啊 那么呢 再讲一下 呃 MD和PCE CD MD CD 呃 启动需要的BIOS 啊 怎么来存放 啊 首先呢 把BIOS呢 呃 复制到你的 外值 TF卡里 插到GBA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选择 这个图标 点A确定 进入文件文档管理 然后呢 第一个 是外值 SD 第三个 是内值 那么呢 呃 我已经存放好了 呃 你首先呢 在外值的外值的这个SD卡 选好你刚才复制的Buds 然后呢 选择内置SD会出现很多的菜单 哦 文件夹 不是菜单 文件夹 那么呢 我们选哪个呢 往下选择 下选择 下选择 那我离近一点 啊 看到了吗 这个呢 就是MD的模拟器 选A 把你准备的Buds 复制到这个文件 文件夹下 我复制 我复制了三个 EU是O版 GP是日版 US是美版 啊 复制完以后 退出 那么呢 下一个呢 是PCE的 PCE的啊 我离近一点 这个文件夹呢 就是PCE.TEMPR 就是PCE CDPCE 模拟器 点A确定 然后它的这个启动文件呢 是在这个文件夹 再近一点 CUT 选择 这是我存放好的 启动文件 复制完以后 怎么退出 文件文档管理呢 按Y键 就会出现一个 退出 选到最后一项 最后一项 点A OK 我们再选到游戏 选到 PCE的模拟器 那么我们随便选一个CD吧 那就恶魔城 然后按 S打开始 OK 游戏的退出 是按 上方的亮度按钮 退出 按S打退出 OK 今天就给大家演示到这 应该是通俗易懂了 希望你呢 在游戏中 找到快乐 Go Bye